之前的那段感情的话 年龄大概差多少 我们是同年 同龄人 那虽然是同龄人啊 按说应该走得更长久 两个人能够彼此了解 可是咱女嘉宾呢 也是经历了一段 让她非常心痛的感情经历 我们看一下本片 曾经我和爱人一起打拼 一番事业 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那时我们俩人经常吵架 我总是埋怨她不顺着我 不让着我 一点都不体贴 可直到有一天 我才明白 和她在一起 哪怕能天天争吵 都是一种幸福 2016年 我爱人确诊胃癌 三个月之后 又永远离开我和女儿 虽然二人的离去 让我措手不及 和生活还要继续 我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 拼命地让自己忙碌起来 可是一个人的忙碌 终究还透着孤独 一花凋零 光滑不了整个春天 一事挫折 荒废不了整个人生 来到爱的选择并不容易 但我总算做好了准备 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寻找幸福 我们女嘉宾的这段感情经历相当于是一段感情但受了两次伤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女嘉宾应该是先离异之后 前夫又去世了 那您之前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什么事离开的 因为我们共同就是都在创业嘛那个时候 那时候年龄年龄倾 反正开始创业 反正工作上很多分歧 很自然地就会产生很多矛盾 经常吵架 两口桌上得有一个主有个赤那才行 如果谁都想说了算 结局就应该是这样 我这人性子也挺急 反正就是我觉得 这很急 如果你是 govern和你 我这人叫人家 对 我这人叫人家 你 几乎 我 Bach 我 我 我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